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可怜的一家人 他们家的房子 他们家的院子 就孤零零的处理在这里 四周都没有人家 你好 有人吗 哎呦 家里没人 这家人真的很善良 虽然说自己身体不好 但是孩子没有爱惜 看这里还有小狗 看到了吗 我们去找一找这家人 这都是自己家的啊都自己家养的大姐 大姐平时你喂的什么呀 都是喂一些号鱼鱼 啊 这是我们大哥 你好啊大哥 你好 小猫掌 这都小狗是吧 完了 这个是我姐 你捡回来的 大姐咱们的小动物 全有名字啊 有多少只大干 有七八只了 一蛋皮蛋掌 散电 小熊 家家 还有三个小狗掌 二 那我们现在猫一共多少只 还有十只 然后狗有多少只 九只 哎呀那一共十九只 啊 哈哈哈 那够你忙活的了 嗯还行吧 就是说自己家喜欢的 我就是 愿意养一些这猫猫狗狗的 其实我看咱们大眼家 其实条件并不是很好 是吧 啊 然后您还这么有爱心 当时怎么想 为什么要是这样呢 呃 就是 出于喜欢 那都是自己家繁殖的 完了就是留着了 啊大伙也劝过我说那个留着些都夺废粮子 所以想叫我卖几子 完了我也不舍得卖 咱们平时看到这些流浪狗流浪猫也都捡回来 就 啊 那是个小儿子 小儿子 宝宝宝你好啊 好啊 哈你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宝宝这边什么情况 呃就是他是属于是先天性的那 完了没发育好 呃 说话有点晚 哦 他现在几岁了 他现在是七岁 就是得天天和大人天天共同 那您天天就带着他 那对 就是到开学的时候就给他送幼儿园去 你叫什么名啊 荡雨昕 荡雨昕呢 嗯 你几岁了 七岁 七岁了 嗯 哈哈 那你上不上学啊 上学 上学 上幼儿园呢 嗯 你最喜欢吃什么呀 吃鸡蛋啊 嗯 哎呀 那夏日厨师来给你买鸡蛋好不好 好 好啊 您就是这些小动物 一个费用挺高吧 用不多少费用 都是自己家粮子 哦 也没算过这种 那没算过 就是说 天天就是说 有的时候人吃啥就是给他喂点啥 现在你跟咱们大哥俩就是也是种地呗 对就是年年就靠种地 今天这波就是这雨水大 那都有的都泡湿了 那么多蒋状啊 这是他姐姐 他还有个姐姐 姐姐多大了 姐姐是吧 那上学是吗 我不上学了 人家这波今天包米收成不好 完了工不起了 完了让他姐出去打工了 不年的时候回不来 都得加班 那挺忙的 还有这么多奖状啊 大姐 是吧 你看这是六年级英语丹词竞赛二等奖 然后你看这个超越自我 这都是安堂 这小弟都给小时候都给耗坏了 读书之行 是要读书之行 赛三等奖 那咱大姑那挺优秀啊 还行吧 那你们不要读书了多可惜啊 哎呀 没有钱呢 没有钱展工啊 全下来的话还得几万块钱呢 是吧 工不上了 对 工不起了 18岁还是出去打工 是不是有点早啊 早点是早点 但是要到从小就锻炼你呗 然后咱们老二现在是什么情况 也没有去医院去看过 看过检查过 那怎么说的 那大夫说是他那个舌线短 然后给他那个做个小手术的舌线 那孩子智力上呢 智力上 就是也能先差差一点 差一点是吧 那照正常还是差一点 但是说基本上跟他说啥话 他也能能能懂啊 大概一直都懂 对 那您跟大哥俩的收入多吗 一个月 感觉还行吗 也不多 平时就是 俺家没有啥收入 外边就有两个羊 完了一年就是靠那个 也不搭工 就靠种点地 大姐 咱们一共救助了多少只猫狗 你心里能就是 到目前为止 三四十个都得有了 就是这些年加一起 对 就是说 连虾猫宅带给人 那就是都算上 大哥支持你吗 支持 那咱们孩子们支持 比如说咱们老大大女儿支持你吗 基本上来说 俺家几口人都喜欢 大哥又来您这买东西来了 然后咱们给钱 就您跟我说那家 那小动物猫狗 太多了 是啊 在上你这买点东西大哥 给我来一箱橘子吧 谢谢大哥 孩子买箱合同蛋 来一桶豆油 大哥给我们装点鸡蛋 我这小天这边都帮个多少家了 好几家了 咱们小朋友买了好多小食品 那我们再给孩子买点小食品吧 那拿一袋 再来一个A地盖呢 这么大一桶 来一桶 再来一桶这个锅子 谢谢老弟 就是给的 就是礼物新年礼物 是我们给大姐买的你说 米啊然后油啊 然后买的牛奶 买的核桃奶 然后买的一箱橘子 咱们小朋友买了好多小食品 现在大姐就是拒绝 这些东西大姐不要 给我长的也挺不好意思的 东西都给你买完了 谢谢谢谢 别别大姐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那大家为什么不要呢 我和你大哥吧 就是说这 胳膊腿都挺挺好的 就是自己年轻嘛 自己讲话的还能拼搏 就是说年货啥的我都已经被提了 说把这些礼物送给一些就是更需要更需要的就是那些人吧 在这里真心感谢老弟 别别别 你说什么不要mis 别拜 请了 одним 我都很紧张了 这家小熊 小熊 你也可以感谢我 我都很紧张了 看他们几个懒羊羊的跟着一躺 多舒服 天天晒着太阳 哎呀 为时为何呢 那他们得专门给他们整出来这个食物每天 就冲点煲米面 要是有啥 生菜生饭啥的 菜汤啥的就给拌点 你就是反正只要碰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基本都会拿回来 对吧 看的话我就捡回来 我们大姐多善良 那大姐那有没有被这些小动物咬和或者嗓的 没有 没有 那你们有注射过就是这个疫苗吗 就是狂几疫苗这一类的 没有 没扎过疫苗 孩子们也没扎过 对 谢谢叔叔 小宝宝我走了 不谢 不用谢叔叔 叔叔还会来看你的好不好 好 等着叔叔下次来看你啊 有时间来家里出门 好嘞大姐 这你真是有爱心的人 真是让我特别感动 跟大姐聊天 感觉心里特别舒服 然后感觉大姐这个人也特别阳光 提前给老弟拜个年 新年快乐 提前跟我们大姐大哥拜祷呢 祝你们新年快乐 那我找了大姐 我找了大哥 拜拜 拜拜